大家好,我是不慌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幕府将军第三集的故事 紧接上一集,自杀事件结束之后 胡勇便在第二天一早约见了索仲 原来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知道索仲和石塘暗中勾结的事实 但是眼下是用人之计 他不能因为这件事处理掉一个得力干将 因此他答应索仲 如果他能够站在自己这边 便答应将郡和一带的领地画给对方 而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护送约翰和真理子等人 安全地回到网代的渔村上 随后胡勇便下令 让清卫和家人们在院子里集合 准备撤离大阪 当他即将出发之际 一个不速之客又再度出现 此人正是食堂 他发现胡勇这边有大规模的人员正在行动 于是立马过来查看情况 只见他打开队伍中的两台轿子 其中一个是广松的孙女 而另外一个是胡勇的正妻 佟夫人 佟夫人告诉食堂 大阪城内最近不太平 昨晚才出现命案 所以胡勇担心家人的安危 才决定把他们送回江户 这理由听起来十分的合理 何况食堂也没有理由扣押胡勇的家人 他思考了片刻还是决定放行 但是在临走之前 他还是派遣了一支队伍 跟随他们前往码头 与此同时 胡勇的妾室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倒在地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转移过去之时 约翰似乎注意到 轿子里的佟夫人变成了胡勇 随后一行人开始出发 约翰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问了下真理子 真理子也没有藏着 他把暗度陈仓的事说了出来 其实这一切全都是胡勇的计划 他利用刺杀世界唯有支走家人 其实就是想抓住这个机会 偷偷的离开大阪城 所以现在轿子里的那位真的是胡勇领主 可当队伍即将走出城门之际 看门的守卫 却执意要检查轿子中的人物 尽管索仲一再叮嘱他们 已经得到了食堂的允许 但对方依然要公事公办 危机时刻 约翰挺身而出 他突然指责对方 在他们的国家里 偷看轿中女子的行为 可是一种很下流的行径 结果这个举动自然是引起了守卫的愤怒 最终约翰被对方收拾了一顿 但是也因为这样 对方最终没有发现轿子中的胡勇 傍晚时分 胡勇一行人和食堂的队伍 在路过一处森林时 突然遭到了一阵剑雨的袭击 对方是大爷和山姆的部队 他们奉命前来截杀约翰 双方在缠斗中 胡勇的轿子因为着火的缘故 导致行踪被食堂的手下察觉 因此胡勇这边没得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和食堂的部队进行战斗 但是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胡勇的部队渐渐陷入了困境 真理子健壮立马也拿着刀架入了战局 战斗进入到尾声 胡勇这边越来越多的武士打了下去 真理子的丈夫广胜健壮 连忙带着剩下的武士断后 而其他人则跟着胡勇前往码头 与此同时海面上也是暗藏杀机 好在约翰认识码头上的船长 因为在上一集里是约翰带领着他们闯出了风暴 所以为了报答约翰 他们决定带着胡勇离开大阪 随后一行人登上了小船 向大船的方向划去 而身后的战斗声越来越近 广胜单枪匹马的挡在码头前方 阻止了石塘的部队行进 约翰连忙呼吁众人干净回头 但却没有人搭理他 只有胡勇给了广胜一个鞠躬 而广胜也知道他的使命 于是又鼓起勇气朝后方冲杀过去 看着渐渐远去的身影 真理子明白广胜再也回不来了 另一边约翰注意到 海面上除了有一艘葡萄牙的黑船外 附近还有几十艘小渔船在等着他们 而渔船上的渔夫脖子上都带着十字架 很明显是山木提前安排好的杀手 一看前有埋伏后有追兵 胡勇顿时心生一计 也许那艘葡萄牙的黑船能给他带来希望 而此时的黑船上 主教和船长还在头疼 通行许可证被暂扣的事情 所以当胡勇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 他们是一副意想不到的表情 胡勇这里打了一个信息差 他断定这些葡萄牙人还不知道他们出逃的事 所以胡勇误导他们 前方坐在渔船里的都是海盗 如果黑船能护送他们一家离开这 那他就能批准黑船的通行许可 另外还可以破例在自己的江户城内 修建一个天主教教堂 这条件对主教来说也确实是够诱人的 因为他们可以把势力延伸到江户城内 所以主教最后答应了胡勇的条件 但是前提还有一个 那就是约翰这个异教徒必须留下来 随后主教又拿出了荷兰战船上的文件 证明约翰来日本的原因不单纯只是经商 而是准备取代葡萄牙的统治 当然这一点胡勇早就知道 可眼下为了逃命 他只能答应主教的要求 谈判结束后 胡勇和其他人被带上了黑船 主教也满意的回到了岸上 而约翰则被告知已经被抛弃了 只能待在胡勇这艘木船上 一开始约翰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不敢相信就这样被抛弃了 可当黑船渐渐远离之时 他忽然明白了胡勇的意图 只见他招呼船长开始行动 所有的水手在他的安排下 开始向前进发 另一边在葡萄牙人帮助下 黑船静止的向渔船碾压过去 如此庞大的体型 山木派遣的杀手们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就被撞进了海里 而约翰也带领着木船 紧紧的跟在他们身后 接下来约翰跟黑船上的舵手打了招呼 原来舵手正是罗德 罗德为了感谢约翰之前的救命之恩 于是故意违背了船长的命令 偷偷的给约翰指入 现在只要约翰能在黑船的干预下 绕过前面的礁石 那他便可以逃出生田 经过一番惊险的操作之后 约翰和胡勇等人终于有惊无险地逃离大半 第二天一早 他们在木船上重新会合 胡勇也拿出了荷兰战船上发现的文件 点出了约翰的真实意图 但他又表示文件上的文字实在是难以看懂 所以这事也就不打算追究了 接下来他将约翰收为附庸人士 并封为其本武士 希望他能够将欧洲的火枪对战术 教导给他的部下 同时也答应释放约翰 之前的船员回到大阪城这边 石堂还在和其他的领主讨论昨天晚上的事 但广松却带来一封信件找上了门 信件里写道 胡勇决定放弃议会长老一职 那这样一来五人议会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在票数不够的情况下 自然是不能发动弹劾 不过最重要的是 胡勇现在已经不在大阪城 所以石堂哪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以上就是幕府将军第三集的故事 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